今天他们不只是得到所有人的祝福 在我们这个护理行业 接下来将面对的将学习的 也给他们看到自己的使命和任务在哪里 我们对他们也是好当朋友家人这样子 然后就他们才会很一样的那种态度 它跟你相处 我从事业务上没有想到从事业务 因为它已经成为我的生命一部分 爱的守护 慎有重拾生命喜悦 护理人员以病为师 温馨依蔽情中 彰显生命的价值 周六晨间9点20分 国际护士节前夕 敬请收看大马瓷街情 我在因为你的爱